于师傅当时干活的工地在杭州上城区铜鞋路和新野街交叉口附近 这里正在建设横唐蓝岭公寓 4月12号左右在这个工地来当天上班 做什么的 做那个安全门 后来那个楼梯摔下来了 当时脚是受伤了 走得很严重 于师傅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他说当时摔伤了右腿 医院诊断为右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 掀开裤腿后 可以看到右膝位置打着石膏 干了两三个小时 从多高的楼梯摔下来的 那也倒没多高的 主要是摔下来后面 多高 大概差不多一米多吧 因为扛在那个安全门 后面不知道被什么都会勾住了 你往前冲的嘛正常 扛在上楼梯的过程中摔下来 然后往后这样一退刚好 是你一个人还是 当时我一个人 一次扛几扇 一次扛了两片 重吗 分量是不重的 它就是碍事大 于师傅介绍 当时是一位金老板 把他叫到工地上干活的 说好每天工资三百块钱 没有签合同协议之类的 老板带我去看了 所有的医药费他是付的 但是就是 多少医药费 大概四千多块钱左右 后期我找他拿那个 比如就是那个生活费啊 然后营养费啊 他就一直没理我 现在石膏还打着的了 医生说建议大概是两个多月左右能好 那因为我个个人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现在是要么就他一次性给我赔掉 一次性解掉算了 赔多少呢 一次性 反正工资加定就几千 反正两万多块钱左右吧 两万多是有哪些部分构成的 那没事 聚集多少当时跟老板协认嘛 他多少要给我个说法嘛 对不对 那你叫他去干嘛 为什么这么说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那怎么说呢 对不对 那他确实是你叫来干活的吧 那他确实是你叫来干活的吧 是啊 其实很好了 他给我干了半个小时 我开机设计上 我就医药费都给他了 对不对 你那个事就是你只出医药费就好了是吧 那你说的怎么样 那我一个多月工资 你多少都不能补贴吗 营养费都没有 对不对 我现在靠什么 我每天躺在床上干嘛呢 对不对 营养费 你这个也不是硬病 也不是内伤 对不对 硬性 对不对 确实是内伤 于师傅当时干了多久摔伤的 双方说法有出入 于师傅说干了两三个小时 金老板说 于师傅当时只干了半个小时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故意呢 他的走路 他说这这楼梯 他说先下去 别拿着他说 我怎么可能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吧 对不对 你这样什么 1818王金啊 对1828黄金眼 我昨天 昨天是吧 我昨天发了信息给你的 你看一下嘛 我多少次让你 让你打几生活费 我连生活费都不打 对不对 那金老板你愿不愿意跟他协商 你愿不愿意跟他协商 我什么 我愿意 我什么时候不愿意回来 工地的公示牌上 有工地管理员 杨师傅的手机号码 记得正要打电话过去 保安把杨师傅叫出来了 后来 于师傅反馈 金老板还在加薪 要等他到工地来当面协商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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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n 我与你 可以 我